川普恐怕要輸掉了江山 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堅持不認輸 而他的律師朱利安妮也明確表示 這時候認輸是錯的 本週就要提出10起的訴訟 證明這選舉是不公平的 要來打法律戰 而除了訴訟戰呢 我們來看算算 川普他在位的時間 其實真的是倒數計時了 他的任期就到明年的1月20號 剩下兩個多月70幾天 專家分析 他不必再顧及選戰了 他很有可能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特赦自己 第二件事情就是開除官員 下來看到了外界最為詬病川普的 就是所謂的通俄門的醜聞 外界都猜測川普可能會特赦自己 不過雖然目前還不知道 特赦自己到底合不合法 因為過去根本沒有人這樣做過 而憲法也沒有明確的 限制他的特赦權 就看川普真的會不會這樣做了 而自己之外 他還有可能特赦他的好戰友 認罪的前白宮顧問弗林 好 另外很有可能要開除官員了 這次雖然說政府很多的官員 是跟他一起卸任 但有一些的官員任期比他長 例如他早就很不滿的 FBI官局長瑞一 任期是十年 川普很有可能 藉此先拔掉他的眼中釘 好 不管川普怎麼做 外界最怕的就是 他會趁機摧毀美國 並且要給拜登一個超級爛攤子 周末連續兩天去打高爾夫球 川普的車隊浩浩蕩蕩開進球場 表面看來輕鬆打球 私底下法律大戰已經開始運作 川普的核心幕僚多次指控選舉 存在廣泛有組織的詐欺行為 前紐約市長兼川普的律師朱利安尼 更明白表示川普此時不該承認敗選 包括賓州和密西根州 剛開始他的票數都領先 但郵寄選票開出後 就被超前肯定不單純 他說有50多名證人可以證明選舉不法 他們本週將提出10起訴訟 或許會改變選舉結果 但即使不認輸 川普的任期應該就只剩下兩個多月 CN報道他不必再承受選舉壓力 大可自以妄為 例如特赦或開除某些人 首先就是特赦涉及通俄門 並對聯邦調查局FBI說謊的 白宮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 他也可能特赦家人和川普集團成員 包括他自己 也有人說他會試圖摧毀美國 像個拿著大錘的壞孩子 或走投無路的獨裁者 讓美國出現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動盪 消息指出他不會參加明年1月 拜登的就職大典 不承認拜登是總統 USA USA 雖然美國史上從未出現過 重新計票後翻盤的潛力 但川普憑著他拿到高達7000萬選票 Thank you Mr. President We love you Thank you Mr. President We love you 有7000萬選民相挺即使卸任 他的影響力 川普主義勢必持續 加上他的推特追蹤人數 還有8800萬 依舊讓人不敢笑去 記者喻翼引進我報導 恨翼引進兵